从强额奔月到阿波罗登月,我们一直在寻找月球上生存的可能性。 但关于月球上到底有没有水,是科学界争论已久的话题。 不过在最近,这个争论被打破,因为科研人员已经发现了月球表面存在水冰的确凿证据。 原来我们熟悉的月球真的是一颗水冰月,在距离我们38万公里外的月球上最近闹出了各大新闻。 科研人员在月球南北级的月室坑底部发现了冰霜,这直接成为了月球表面存在水的确切证据,而这个结果也得到美国宇航军阿法的确认。 毫无疑问,这是个重大发现,月球到底有没有水,这是科学界一个争论了很久的话题。 大多数人认为现在的月球上是不存在水的,理由也很充分,月球上没有大气和磁场,重力小,重现温差极大,白天气温高达127度,夜晚又可以下降,到零下183度。 就算有水,应该也蒸发的一干二净了吧,但是也由科学家提出,在月球最冷,光照最少的南北两极,存在一些永久阴影区域,这些地方永远不会被太阳光直射到,因此,是有可能保存水的。 而水冰,是有水或水溶水在低温下凝固而成的冰。 早在1902年,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哈罗的优历,就曾提出猜想,如果月球阴影区,你原先就有固态的水或水冰存在,它很有可能被保存下来。 那这样的猜想靠谱靠谱呢? 后来的事实证明,还真有这么回事,因为目前已经有两个和月球类似的星球,水星和古神星被证实,在永久阴影区里存在不少水冰,但倒是月球,离我们更近,被观测次数最多,此前却始终没找到水冰存在的确凿证据,只有那么几次差点成功的案例。 比如1998年发射的月球探开者号探测器,曾有过一次壮烈牺牲,它好尽最后一口气奋力一搏,撞向了月球南极,一个永久阴影视的云石坑里。 科学家想借助它这一回时的照机,看能否观察到水冰。 只不过,月球探开者号壮烈牺牲,然而一无所获,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, 美国前后发射了六艘阿波罗的连登月飞船,以及其他的数十个月球探测器,来寻求水的痕迹,但都失望而归。 直到2009年,印度的月船一号总算发现一点苗头,它搭载的立邦米光浦仪,在月球极区发现了水元素的浦线。 科学家去此发现月球表面存在水分,只是依旧无法判断这是什么形式的水。 直到最近,来自夏威夷大学的理帅团队,利用光浦数据,在月球极区发现了水冰。 这使得月球上到底存在什么样的水获得了确认? 这个成果发表在了2018年8月20日的美国科学院刊。 根据院刊的报道,这是人类首次获得了月球,存在水冰的直接证据。 我们来看这张图,左边是月球北极,右边是月球南极。 近蓝色的区域就是发现水冰的地方,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水冰都分布在颜色比较深的区域。 这里就是月球两极的永久阴影区。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,月球南极比尾极的水冰似乎更多一些。 这是因为南极处于月球至黑至寒的地方,温度可能达到零下238摄氏度。 这是整个太阳系中最冷的温度。 而令人意外的是,理帅团队验证月球水冰的数据,正是来自10年前的月船一号。 因为当时月船一号上搭载的立方米光谱仪数据质量并不好,并且在此后,新的探测仪前赴后继,正让大部分寻找月球水冰的科学家们放弃了对立方米数据的探索。 但理帅团队恰恰是从这批数据中,得到了月球有水冰的证据。 对此行星科学家,立方米一气的项目负责人Curl,Peters甚至坦言,当理帅第一次提出,打算用立方米数据,进行月球水冰探索时,我觉得他一定是疯了。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议研究员杨宇光说,水冰进过河里的开采和出力之后,不仅有希望为人类在月球之旅提供饮用水, 还可以通过温解来提供呼吸所需的氧气,和作为火箭推进机的氢气,这将是未来太空任务的成本大大降低。 美国宇航局科学任务理事会副主任托马斯也巴勒推特说,月球到地球之间的距离很近,水冰的出现可以使月球成为人类进行深度太空探索的加油站,甚至能帮助人类在月球上建立长期或永久基地。 不过作为该项目的负责人之一,夏威夷大学的理帅表示,目前的探测数据显示了冰层位于月球地表, 但水冰的深度和来源还不能确定,下一步的探索需要一个新的轨道卫星,以及更精密的光谱仪来对月球极地再一研究,填补我们对月球极地的认知恐怕。 人类虽然已经成功登月,但是对月球上的资源,还没有详细了解,水冰的发现将开启人类探索太空的新纪元。 只想有朝一运,如果我们真的可以重返月球,甚至建立长期的月球基地,那这些宝贵的水冰储备,将会变得非常有用。 这么一想,我们离月球移民,似乎又近了一点呢。 无论如何,这次重大发现让我们至少明确了一点,我们熟悉的那个月亮,它真的是一枚水冰月。 掌声这位是正午三十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然后,至少更重要的节目继续拠一下